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這場比賽是要由和庫的林雲汝 要來對上藝營的李佳生 而我是真偉人 而在我身旁的是球評王李忠義 要來為大家帶來這場精采的比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好的 那麼場上呢 現在兩位球員呢 也正在進行最後的準備階段 那麼稍後就要來開打了 身穿藍色上衣的就是和庫桌球隊的 十五歲小將林雲汝 而另外身穿橘色上衣的 就是地銀行桌球隊的李佳生 那麼兩位選手其實年紀相差 也是有一段距離的 藍色上衣的林雲汝呢 今年十五歲 那麼她是號稱台灣史上最年輕 是以十四歲又四個月的年紀 就當上了試錦賽 桌球試錦賽的中華代表隊成員 那麼另外一邊 藝營第一銀行的李佳生 今年二十一歲 目前就讀在國立體育大學 透過畫面也可以看到 其實兩位選手都是屬於 左手持拍的球員 雙方雖然都是左手持拍喔 但是雙方打法的特點也是有非常大的差異喔 像小將林雲汝 他可能在整體的打法風格是展現 旋轉跟速度喔 但第一銀行的李佳生選手 在風格上展現就是前三板的爆發力 跟在決定性一板的前衝爆發力喔 不過李佳生似乎是有這個 傷勢的問題在困擾著他 對 他一直都是飽受著有腰傷的影響喔 其實在場上比賽的運動員 想必也都擁有非常多 大大小小的傷病喔 對 現在比賽開始了 由第一銀行的李佳生 率先拿下的第一分 就像林雲汝選手他在打法的技術特點就是 不外乎就是在反手 短球做反手台內擰球這項技術 甚至擰完之後下一板的銜接喔 嗯 2比2 想要做一個發長球的牽制 2比3 4比2 現在第一局由林雲汝目前是以4比2取的領先 這球林雲汝有點危險喔 1比2 第一台內短球處理完 然後被對方進攻這下防守 有點算是 有點勉強喔 3比5 3比5 1比4 1比4 1比5 1比5 2 1比5 1比5 2比5 1比5 1比5 tends 像我們這場比賽也許可以看到 像李嘉珊他的反手雖然沒有來得 像林韻如來得那麼輕巧 那麼來得具有特點 但是李嘉珊可能會藉著他的力量 用線路上的改變 去限制住林韻如的進攻 球 來 球在正手多拍的進攻相識 先尋求自己主動變線 用一個線路的待機力量 先來 去吧 來 九秒 六比 哇 可惜 九比六 六比十 最後這個第一局的結果 就是林荺如以十一比六 先拿下了一比零的領先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第一局這個比賽的結果跟過程呈現出來都是比較一面倒的狀況 沒有 我認為感覺李嘉珊在上選球的多拍過程中 李嘉珊還在去試探說到底要給到哪個位置 才能夠限制林荺如的重心的去變換 希望他調整之後再回來之後狀態會找到他能夠去進攻的位置 球這就是李嘉珊的特點喔 在下拳球的處理方面 只要有一點點稍微的出台進攻的可能 他就是非常大膽去做發力喔 球 球 這球的力量沒有很大 但是用自己 出拍的速度 用速度的方式去做壓制喔 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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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四 由於現在反手台內擰球 在前幾年算是非常創新的技術 然後在近期也是非常多人使用的情況下 也會有非常多人開始想要尋求突破這項技術 有些人是選擇說當對方擰起來 就準備用正手去做反攻 然後有些人反而是會選擇說 去用反手先回到一個落點 讓對方沒辦法連續進攻 所以近期也是有非常多人開始研究 如何突破這項技術的 第二局的比賽進行到目前為止 兩邊是五比五平手 好 準備 球 第一下發了反手位 底線長球後 下一板有意識的發力到林陸的中間位置 有請問 有請問 請問 一球中台相持 最後是李嘉身上了上風 這球雖然連雲如最後一球沒進 但是在弧線啊 甚至腳下沒到位的情況下 他想利用巧妙利用球派的側邊 去底下去旋轉去製造弧線 想來選手在第二局 再度贊成8比8平手 好可惜喔 在這種關鍵時刻發球失誤喔 這十五恐怕會讓他 把第二局的優勢就直接讓給對手了 現在李嘉身10比8來到了橘末點 來 來 來 這非常漂亮喔 利用自己以手肘為軸心的情況下 再利用搭配自己的手指手腕硬撕把球 都處理到對方的直線位置去喔 好可惜喔 這兩種比較大 好可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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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球弧線已經非常低的情況下 硬是用自己腰部跟腳下的力量 把弧線製造起來喔 現在林韻如反倒是11比10領先 所以第二局的結果 林韻如再次以12比10收下第二局 其實第二局呢 李佳生就比較可惜一點 因為在剛剛其實一度 林韻如發生的一些失誤的情況下 讓他可以有機會來收下這一局 但最後自己沒有把握住 像剛剛8比8的情況下 林韻如他自己犯了一個錯誤 發球自殺 但是在往後4比8落後的情況下 連續兩分巧妙利用自己的特長技術 他就把錯誤的把它密布回來了 對 那是先手機 好 換拿 來 stand up 上門就位 接下來第三局就要看看誰的穩定性比較好 第三局 要正發球 一旦兩邊都有機會的時候 就是要看誰能夠掌握住那個當下的機會 對 像高手過招的情況下 盡量不能出現失誤啊 哇 可惜可惜 這球在反手多拍相識的情況下 李佳生最後一下來到了林韻如的中間位置去破壞重心 然後轉換自己的正手進攻 可惜落點有點要求的太高了喔 這一下打進去 A比1 A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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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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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1 1 2 1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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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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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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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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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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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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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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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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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第三局其實可以感覺得到 靈魯如的穩定性相對會好一點 李佳生的失誤就略嫌多了一點 對 畢竟李佳生想要盡量去避免反手位多拍相持喔 所以李佳生當然想要尋求一有機會就使用正手去做進攻去做突破喔 因為他也知道對手反手就是他的強項 對 然後或許是靈魯如的出手的速度啊 太快了 限制住李佳生想要出手那種節奏喔 所以李佳生有時候往往出手會來得比較勉強一點 那失誤也就會比較多一點 失誤也就會比較多一點 哇 第四局一開始李佳生也是連著兩次都沒打好 好球 這是反手轉正手的時候 節奏 出手 重心各方面都抓得非常的精準喔 李佳生扳回程 現在1比2還落後1分 哇 這球確實漂亮喔 角度被打開來了 對 已經避開了李佳生來球的旋轉 走球的側面喔 去做加速 出往重發 4比1 李佳生扳的反手擬球真的是不好接 李佳生還是不斷的想要尋求盡量使用全台正手 多拍跑動去做進攻喔 3比4 3比4 只想反手擬練領球技術啊 因為畢竟 擊球時間短喔 然後離往又近 所以往往出手速度快的話 總會讓人摸不出 這種來球的線路喔 嗯 6比3 所以現在林荺茹6比3 在第4局領先 7比3 3比7 3比8 因為有插板的關係 所以裁判做改判 林荺茹現在8比3領先 8比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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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數8比5 林韻汝的教練喊出了一次暫停 一贈 而且落後的李佳生還落後有3分 如果他想要突破困境 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式會比較好 對 現在面對這種困境喔 現在基本上來一球就盡量不要想太多 然後能夠剩下的 能夠想到什麼就盡量大膽的去做喔 只能放手去打了 好 等於再套著他的招牌絕技 拿下了第九分 5比9 6比9 球 接下來換球是李佳生去領到了 10比7 李佳生中間的位置喔 10比7 李佳生來到了賽末點 10比7 比賽結束 最後結果呢 李佳生在第四局 以11比7 收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林荺如其實只有在第二局的時候 稍微面臨到了李佳生一點考驗 對 對 那麼接下來他就善用他的 反手領球的特場 對 收下了這場比賽 那球平你覺得其實這場比賽 李佳生或許還是有一些機會的 那李佳生表現好的地方是哪裡 最主要是他整場都非常堅決的貫徹自己的打法特點喔 不論是在反手台內擰球的加速啊 或是在反手半台的那種多拍相似的加速加旋轉的情況下 在這場比賽都非常貫徹的 非常徹底喔 是 所以 在速度 速度的關係 李佳生想要尋求正手的進攻 一方面也就是被林荺如的速度給限制住了喔 對 那麼也恭喜 林荺如最後是收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可以挺進到下一輪繼續來爭取國手的資格 那麼我是鄭偉仁 在我身旁的是球平王李忠義 還有辛苦的轉播團隊為您帶來這場比賽 我們下一場更精采的比賽再會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佳生